When it comes to,不是所有圖後面都要用完食,很特殊情況之下,圖後面有ing,講到學英文。 講到學英文,我現在的動詞是comes,啊,我的b,答一個形容詞,講到學英文,come,又不是每個人願意去學,講到什麼什麼什麼,ing,然後出一個subject,然後再答下一句,好用的。 所以你要作,就是這麼簡單,作四句。 such as, such as, such as,通常跟名詞,名詞,名詞, such as, b,就是我們所說的三類動詞。 中文意思一樣, 但是英文極度不一樣,要記。 我喜歡水果 例如,我跟名詞遲組,蘋果 pears, apples, pears, and durians 你去用一個名詞遲組的時候,記住名詞分兩大類 名詞分數到數不到,純心會數到 通常有s,所以你的名詞記得有s,如果是數到名詞 但反過來,是不是一定要這樣擺個名詞呢? 不是的,我喜歡做運動 例如,名詞遲組,打 tennis,跳繩,和 游泳 那我不喜歡用這些名詞,我就把動詞ing 創造的名詞遲組出來 such as,因為要用名詞遲組,迫所有動詞轉名詞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ing for example,要跟句子 那你將這一句唯有變 I like doing sports for example,既然走得for example 不是名詞遲組重要的 那我可以選一組去放大它 我這裏明明是說量多,但這裏不量多了,我三變一 既然是三變一,我提供壓害資訊,深入講解 這個是說量的,such as是說量的,鬥量多 1,2,3 for example,通常不是鬥量,是鬥側 我舉一個例子,深入展色 既然有for example,我要再給它多點力去 prove我這東西是reasonable的 I cannot go to bed if I don't play basketball after doing homework 看不看到,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有得解,是可以有解的 such as是鬥量的,入面用名詞遲組 for example,是獨立成句 但每一句,下面要substantiate 我們要substantiate,提供資訊 去說服人,相信你的說法,你喜歡做運動 這個說法,我用個量告訴你 用完量之後,我深入展色 寫作是食老 grammar 是幫你去表達自己 去幫你在不同場合去應用 那這裏呢,今天已經很多了 抄下這一組,自己做 算了,做兩組 自己做兩組 when it comes to such as,for example,我講了後面的句構上有什麼不同 另外,是真的實戰的時候怎樣運用 所以你跟我說,做不到百多字 這裏多少字? 接觸到百多字了 記住,grammar是要用出來的 不是考試見 這裏自己做一組 證明你是懂 such as 和for example 加油 小月 火王 4 6 4 5 5 感谢观看